我想问一下像您这样的一个大楼 它的寿命是多长时间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加德满都有一些低层的大楼 是因为有地震 那我们希望这个大楼能够有一千年的寿命 但是像这样的一些混凝土可能只有70年的有效时间 我们这些大楼可能100年都没有办法支撑 所以我想问一下那应该怎么办呢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像还有一些电梯公司等等 我想问一下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呢 在大楼的寿命上 说到大楼的寿命的话呢 是很复杂的 因为呢我们要这个设计这个抗震比较高的这个大楼 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些这个大风中等强度的这个地震 可能是要有六千年左右 那像这样的一些这个大楼是否能承受 是否能够地理在那里两千年 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 那么可能你的这个结构可以是一千年 可能你的这个窗可能也就是个七十年八十年 要取决于你的具体情况 所以我们设计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生活 他的这个生命 我们也考虑很多的因素 你要是想 比如说是增加 他的这个载重再增加 再增加高一点 然后想让他能够存活时间 存久 时间长一点 这个这个基本来讲 我可以这么回答你吧 那么一栋楼 那么一百年是 你设计一百年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要是维护得好才行 你要是维护得好 还可以超过一百年呢 像有些三亿年三亿年建的楼 到现在还未然以立 所以呢 这取决于你设计的不管怎么样 那我不能给你一个直接的一些答案 但是呢你这个更大程度上 取决于你的维护做得好不好 我们想 我再补充一下 你要是比如说 在赤道那个地方建一栋楼 那么比如说是一个房产吧 你可以把它建得很高很高啊 然后你可以把它 你把它固定在什么 比如说是有这个延时的 好的延时的地方 可以建得很高很高 我还读了一篇论文 是关于材料的极限 CDBU之前做了一个 关于这个 那书上有啊 你可以找一找一找那本书有 就是说材料的这个力度 你叫80个NPA的这个 这个 这个钢筋混凝土 这个只是钢筋混凝土本身的重量 它可以缺到一千 超过 超过一千五百米 你要是这个五百五十 你可以缺到三千三千米 可以建到三千米 或者是甚至建超过四千米 这个只是材料本身 这是钢筋混凝土的自己本身的重量 但是你现在全部都是钢筋混凝土一栋建筑 我们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研究 只是一个柱子本身 能够让你建到一千两百米高 但是你要是 你要是再加上钢筋的话呢 那可能超过 可以说超过两千米 你要是遵用这个符合材料 这个也就是说是有 钢筋混凝土很容易去到这一千六百米 是没问题的 一直去到两千米是没问题的 这个针对是取决于 你看看我们 我们这个国王塔 使用了很多混凝土啊 那么就是说 就是用一个很有限度 有效的一个系统化的这个方式 进了它这个材料 所以可以建到两千米都没问题 所以可以很信心的 作为一个结构工程 我可以告诉你啊 就是你实际上 就是你超过一千米 超过一千六百米这样的码 这个塔 这是我们的设计的 超过我们的这个能力了 像Citin他刚才讲过 我相信你也做过 这这么多的这个高层建 这个超高建筑都超过一千米的 你要是超过三千米的话 我想那可能是财务上 你都没问题 财务上可能会有问题的 能不能付得起这么多钱 你真的想创造历史 你想 真的 你到时候就破产了怎么办呢 是吧 不过你可以试试 好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别问 关于团圆关于材料 大概就是百分之多少 新超高建筑当中 它使用的这个符合材料多少 那么现在未来 未来这个材料方面的使用 有什么样的趋势 我会说 这个百分比挺高的 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九十 甚至百分之一百 那么超级超级高的那种楼 都是符合的材料 因为就是使用 也就是利用到某一种材料的 最好的属性嘛 那除此之外呢 我还有一个项目 我们设计的 也是使用的这种 是个七百米高的一个楼 现在业主要求我们说 全部都用这个结构钢 因为呢 突然钢这个行业 他们这个产钢产多了 价格下降了 所以现在在倾销钢啊 所以整个这个楼 那肯定原来觉得用钢挺贵的 现在感觉到便宜了 按照他们自己原来的 这个材料的成本预计 所以现在一下子改了 全用钢了 都用结构钢 就算是整个这个盒 就是它的超级柱 全部都是用钢 我仍然想 渐渐之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因为这个结构 这个结论挺大胆的 这个结果挺大胆的 就算是全用钢 就算是用钢便宜 可是还有很多东西 你得考虑啊 比如说是这个 这个里面是公式都是 这里面还有一个加速的问题 所以这个用不同的材料 那么它的 你要考虑一下 它这个最重的问题 还有很多其他 跟这个全部都是钢材料 比如说你刺激到那个木墙 木墙的这个承受力是多少 等等 另外还有 这个焊接的 焊接的这个成本呢 所有这东西都合在一起 回答你的问题 我回忆我的同事 Satine他的说法 超高建筑物 现在基本上都是用 符合材料 两个原因 第一个 我给你就是选这个最好的材料的 最好的这个属性 另外呢 可以把这些构建 它做得小一点 那么这个柱子小一点 那个超级柱子它小一点 压缩比例高一点 那么核心本身呢 当然是使用这样的 这些符合材料最好的 这个防火 防水也好啊 还有防火也好啊 那么并且是 这些粮啊之类的 也容易处理 另外 我们比如说像超高建筑 每次碰到这样的材料 我们在 它的这个结构 它的核各方面呢 我们都要 都要做仔细的研究 我们还要考虑 这个结构系统 你看Satine他刚才发言 它们就是进行不同方面的一个分析 最后才能够做决策 使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筑 Satine你刚才提到一点 就是五矿大厦 它里面 在这里面有一些是颠覆性的一些结构 这个纵线结构的设计 考虑到天气啊气候啊等等的原因 在国际市场上 您留意到会有一些 有没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趋势呢 就算是在纽约 我们也这样做过 早期的时候呢 这个国际贸易 世界贸易中心也是这样子的 这里面都有横架啊 都有在不同这个层吧 都有这一些 另外还有很多这一些 一些冗余的一些结构 有一些柱子去掉了 多一些柱子去掉了 我们这里面它有一个公形的一个 一个弧形的结构 那么这样的话 就能够把这个重力 卸到其他的柱子上去 这个上海的世贸中心也是这样的 我们要看这个情况 我们要看这个 我们要按照不同的这一些楼域去 它们的这些特点 我们再研究一下最后 整个这个项目吧 尤其是那一些 这个标志性的建筑啊 超高建筑啊 并且是依据时间比较长的建筑 都会要这样 好 你刚才分析 这个安全方面东西 你是怎么样处理的 你刚才说把这个柱子去掉 我们是用这个小的 这个安全系数 目的不是用于普通的那一些 一些这个组合 而是一些比较 比较这个高 超高建筑当中使用的这个横架 这样保证它的安全 我想知道 像这种超高建筑 担心的是财务方面 你一开始的时候没问题啊 后来建着建着经济不好了 所以风险挺大的 对于开发生来说 你要建一个超高建筑 因为有可能说是建两年 建三年才能建完 但市场又变了 有个例子就是芝加哥 有一个芝加哥 现在地上还挖了一个洞 现在还没开始建呢 从你们这个客户这个角度 你怎么样能够建得快一点呢 通常多少层高 一天建多少层啊 两层三层 那么这个业主通常说 让你这个楼建得快一点嘛 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 所以这项目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奢侈 说是让我们可以慢慢建 那通常呢 就给我们下了一个 下有个期限的 得必须做完的 那么一方面呢 也是担心的 这个经济周期 第一天开始开工建 他们就督促你 尽可能建的有多快就多快 你可以说是三天一层 我们会给他们提一个解决方案 那他们我们不能说是 因为这个 这个经济周期的问题 我们可以慢慢减 不会的 那有一点呢 你既然超高层的时候呢 你得看看它的经济模式 他们是期望着 整个这个回报周期 是更长一点的 但是你要做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的话 假如说是你附近的这个建筑物 都不是你的话呢 那你可能会比较麻烦 通常开发商 他们会有一个总的这个规划 他们建的时候呢 他们已经把周围的这一些建筑物 他们自己融合在考虑在里面的 因为这个呢 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 周围这个东西 必须是配合它的 它是一个 比如说是一个假计写字楼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们才能够赚钱赚得快一点 否则的话呢 你建了一个三十四十五层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但是但是那个 它里面都是一些都是一些公寓 那么通常呢 他们会先把前面做好了 比如说是会有一些 这个零售啊之类的 能够配合它 他们是有一个模式的 这样它赚钱 才赚得快一点呢 那么这样的话 他们再建十层 然后这样的话 他们上面的时候呢 他们建的慢一点 然后它整个这个回报周期 会比较长一点 那我们自己做了一个调查 他们过去这十年呢 会有很多变化 那么下面呢 是最受欢迎的 那么中间呢 是酒店 再上面呢 可能就是那一些 很奢华的那一些住宅了 那些会有人去买的 那中间的这些酒店呢 像因为它整个这个机制啊 像设计到整个机制啊 包括像电梯的设计啊 这都有关系 有影响的 我们要是研究一下 假如说这个酒店 这个酒店不赚钱呢 我们不做酒店 那么换做别的吧呢 那么比如说 变成一个奢华公寓吧 那会影响到 我们原来的一些设计啊 在这方面呢 我们就可以给到客户一些建议 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些预测 可以给到客户做参考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还有就是停车厂的这些设施 我们是不是说在未来 比如说这个迁徙之后 这些年轻人 他可能就是更多的去做共享啦 去分享打车 就不会说自己去买车了 所以可能在未来某一个时间点上 我们这个私家车的数量 就没有那么大了 有没有有这方面的考虑呢 在纽约 你要建停车厂的话呢 要有一个这个认证才行 要得到政府的批准才行 那马来西亚和中国 你们是被要求 必须要有停车设施 而且呢 根据你的建筑面积 你还一定要有一个面积的 这个停车厂 那其实呢 这种停车厂 说实话 私家车出行 会带来很大的这个污染 我有一方面 这一方面我有点经验 因为我之前 有这么多的这个国际的经验 我的答案是对的 没错 我们的一些空间呢 是计划给到停车设施的 但是呢 可能到后面 我看到很多人呢 最后呢 是把他的这个地下室的空间 被 把地下室的空间去用作 他用 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吧 比如说呢 在市中心 市中心的位置呢 已经是非常的紧了 他可以把这个地下室变成一个这个 二级的购物市地区 或者是把它变成一个餐厅 我之前做了一个上海南京西路的一个项目 我当时呢 在回到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这个区域呢 是这个停车厂的 后来呢 就变成了一个高级的奢侈品的零售店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获得这个批准呢 很多人呢 已经在说一个问题 就说这种模块设置 模块建设 模块施工 我觉得现在大家做的都很不错 那我想问一下 在未来 这种模块施工的这种方式 在未来会不会在超高层的酒店当中 得到大规模运用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小时候 我确实是很喜欢用这种模块的方式 来做我的设计 但事实上 我们今天所讲的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矛盾 因为我们要去 知道这个模块 或者是说预制的这个东西呢 它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坏处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比如说在长沙 他们可以在30天之内盖完一栋楼 或者是一个月之内盖完 但是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 经济啊 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考量 甚至是在新加坡 我们看到有很多这种大楼 那对于很多人来讲呢 是有好处的 为什么要考虑到这种这个预制板呢 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 预制的模块 其实它可以在方方面面 给到我们很多的好处 那对于我来讲呢 我们要考虑到这个设计 每一个设计它自身的一些特点 它是否适合用这种预制的模块结构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用 越来越多的项目在用这种方式 那么它能不能很好的帮助我们 监控它的质量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快的 或者是缩短这个时空时间呢 那当然你也要去看一下 像这样的一个时空模式 是否真的能够帮你省钱 我们的这个地板呢 楼层板呢 是这个预制的 还有里面的它的这个电线呢 全部都已经留好了 留出来了 还有一个这个三层楼高的这个结构 柱子什么的 全部都是预制好的 然后直接运到现场 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太多的这种超高楼的这种施工方式 在上海 我们同样也有做一些这个低层以及中层 我们知道要做这种预制的这种预制板 预制结构模块的话呢 其实你要考虑的一点就是 是否能够在钢筋上面达到它的这个要求 因为我们知道呢 你这个预制板就是预制结构 就是你先做好了运到现场 然后把它搭起来 有一些问题可能是提前没有想到的 想不到的 但是我觉得不管如何 不管怎么说吧 这种预制结构是一个大势所趋 我相信在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对于社会来讲 大的层面上来讲是有好处的 现在我想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咨询公司啊 他们带来了一些很棒的解决方案 非常有创造性 而且是非常复杂的这种高 超高墙的那个借助都可以做 那么我想问的就是在整个这个行业当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空间不够的问题 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呢 就没有办法 就必须要去往垂直的方向走 往高里走 那我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作为人类来讲 我们未来应该怎么走 我们知道这些楼都非常高 不管是住宅也好 办公也好 那最终用户 他们是否有一个选择 去选择他的生活方式 他们是个人 我们是否应该打造一些选择 给到这些个人 让他们能够选择自己的这种工作方式 是一件生活方式 不管是社会方面 还是说心理方面 有些人他可能不喜欢太高的楼 他们可能有恐高症 他们不想去到300米400米的这种高度 但他们有没有一个选择呢 如果他们不到城市里头来工作 他们可不可以活下去呢 所以我想问一下 在这个层面上 我们怎么样去满足人性的一个需求 很明显作为工程师来讲 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 但是呢 对于他的最终用户来讲 我们是否能够在人性的层面 为他们考虑一些 这个问题之前 我在天津的时候也有过探讨 有些人可能对于高度 更加明显一些 比如说在新加坡 有一些这个高楼 可能老人家 他们就不会住到比较高的地方 可能就住在楼层比较低的地方 那我知道很多人 可能会愿意上到更高的楼层 因为风景更好 然后呢 这个隔音也会更好一些 所以呢 高层的楼一般是价格比较贵 那么当然呢 也有很多人 考虑到电梯的设计 这个电梯是否可靠啊 它会不会加速上升啊等等 所以如果有的时候 有些人在电梯里面呢 也会感到一种这种空间的 这种紧迫性 也会非常的不舒服 那么但是呢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这个自己的选择 这种预制的技术 它是否能够支持 未来这种超高建筑 而且呢 还能够价格比较低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部件 都能够预制的 但是很大一部分是可以预制 那当然了 有一些东西你预制了之后 你要能够在现场把它连接起来 就是说呢 我们两个不同的部分 要交注得非常的准确 才能够在现场能够搭建起来 那当然了 还有这个锯柱 还有这个板 都是同样的要求 还有一些这种板啊 两层楼三层楼高的 这就是我们预制的一个定义了 作为一个结构工程师 像我们这样的人 我们都要跟建筑师一起合作 可能建筑师它有一个要求了 那可能有一些限制 老实来讲 坦白来讲 我们其实呢 经常要去适应 这个建筑师的要求 适应业主的要求 那有的时候呢 像这样的一些要求 还给我们提出了不少的挑战 所以呢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要求的话呢 我们就是可以更加自由一些 其实这就是这个施工方 以及业主之间的一个合作了 那当然你也有这个承办商 所有的这些工作呢 要让你的承办商去完成 那么他会不会也愿意 做这样的投资 做这样的一些准备 去做一些这个技术上面的尝试 我从丧面层面来讲 可以做啊 我可以把方案给你们 那你们愿不愿意去尝试去执行呢 有些人愿意啊 我们做了六个月的这个尝试 然后经过验证 发现还可以 还不错 ABCD是很好的 这个优势 那有的时候呢 出来效果不好 那可能就回到原来的这个方案 传统的这个方案 因为有的时候 如果你不去试的话 你不知道它好不好 所以呢 我们之前有一个建筑项目 我要做15栋楼 从一开始我们就有一个实验方案 然后让所有人都一起来配合 来合作 我们的合作是非常顺的 我之前做了一个 在皮斯堡的这个酒店项目 他自己呢 就是一个预制版的这个承建商 他非常愿意做这个 那出来的效果也很好 但是也就是那一个项目了 其他项目 我确实都没有做过这种预制的 因为条件不一样 我们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但确实呢 这种预制有很多的好处 我们愿意做